您現在收看的是驚豔不留美 我們家裡一直都是小男朋友啊 因為我們一直那個門面 然後這邊有在運動 有保持嘛 對不對 所以常常來追我們的 都是年紀比較小一點點的 對 因為我後來到現在 來追我的年紀都比較小 不過我也有知知知迷 是不是因為妳交的男朋友 都是年紀比妳還要小 所以一直談論不到婚姻 也不會 就是因為交到小的男朋友 他們就會真的想跟你結婚 那妳為什麼不... 如果跟中國人交往的話 那交到小男朋友 一定要去見父母 有嗎 有這樣 見父母的時候 我們是自取其辱還是自找麻煩 我們一坐下來 跟人家媽媽是同年紀 沒有這麼誇張啊 怎麼會那麼誇張 沒有這麼誇張啦 是不可能的 可是問題是 中國人的觀念都還是比較刨手 所以我現在中餐 西餐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而且美女的戀愛 西餐就是外國人 美女的戀愛 很少有善終的 所以對我來講 有啦 這有一個善終的啦 不是說美女 我剛剛講過 美女啦 很多的美女 戀愛都沒有善終 妳有善終過嗎 我根本不要好不好 她不要善終啊 終於不要善終好不好 我們是說老實話 我們自己在做人 我們多少金量 我們自己要知道 對不對 所以妳是 因為人家父母親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父母親關係 我覺得結婚這個都是緣分 因緣天注定 所以妳現在覺得說 我只要不是說讓妳覺得很愛 妳也不願意就是草帥的 因為年紀的關係草帥結婚 我覺得她現在這個年 寄我看她也不會結婚 妳喜歡小孩嗎 妳不喜歡 那萬一如果妳有一天妳結婚了 需要生小孩怎麼辦 所以決定不生了 不生 那妳跟芳芳一樣 芳芳也不喜歡小孩 因為我會可能芳芳說 羅美明天要不要去加拿大 我就說機票買了就走了 因為我小孩怎麼辦 尤其妳看 像 那個李懿君我們以前兩個死檔 她結了婚有減場 我們都還是死檔 她生了小孩以後 我們兩個就差不多撤了 因為她跟她女兒是死檔 她都為了小孩可以那種 妳知道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我知道她經過這種... 這是好媽媽 那我們也不願意去破壞人家呀 就變成就越來越疏遠... 羅美明有交過小男朋友 妳有嗎 有啊...最小三歲 但是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耶 妳沒有交過小男朋友 妳老公不是比妳小 我老公就比我小啊 對啊 我有... 其實我覺得OK耶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兩個之間的契合跟生活方式 妳為什麼都... 一直以來就是觀念都是一樣 都不想結婚 我剛出道的時候 都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從小我就是 我身邊的朋友 我包括我最好的死檔 國中的同學 就是因為感情然後自殺 想不開 懷孕嘛 不過就是懷個孕 一定要結婚嗎 不一定嘛 對不對 妳是因為有這些事件 所以妳才不願結婚 然後我媽媽 我媽媽也告訴我說 女人喔 就是開心就好 就盡量去玩 結婚幹嘛 還要離婚也很麻煩 她說也避免被騙 所以乾脆就不要結了 妳就開心就好了 妳們兩位男生 怎麼看這兩位女生 她不願結婚也不願生小孩 像妳們兩個是海生耶 只要有體的地有生 毛起來生 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 以我來講 假如我是個男孩子 我聽到他們的論調 我本來想娶她 妳懂不懂 我本來想娶她 聽到她的論調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婚姻 就亮出...先亮個黃燈出來 不敢說是紅燈啊 紅燈是慢慢再出來這樣 因為他們的論調裡面 我會感覺到 當我們在做朋友的時候 可能會快樂 但是結婚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 所以她的想法 就跟對錯無關是 例如說他們兩個人 都有一個基本理念說 不喜歡小孩 例如說這個 這個她不喜歡小孩 什麼理由我目前不知道 生小孩身材要走樣啊 對 而且妳要負責任啊 而且小孩子要負責任 妳不能說我今天生氣了 妳不知道妳生了 就把他丟在那兒 把丟在那邊 是啊 妳還教育他 可是生小孩負責任 也不是只有我們啊 這樣他們的老婆也都在負責任 那老公都碰到一個 不負責任的呢 對不對 所以是你們男生 給我們女人 這麼沒有安全感的 對 所以妳看 例如她為什麼不結婚呢 妳看她那個兇漢 對 有沒有 就嚇跑了 一堆比較脆弱的男生 如果一開始妳有跟羅美美 像這樣的女孩子交往 妳們基本上也不會 把她當老婆看的 其實男女在交往的時候啊 妳已經知道她對方的這種 種種點點滴滴的個性 她適不適合生小孩 適不適合做妳老婆 妳知道嗎 那剛剛我們佩穎講的那種感覺 就是二人世界嘛 不要有任何的困擾 那但是呢 就像高大哥講的說 二人世界的 以比例來說 是很短暫的... 很短暫的 那麼私底下的那種霸氣 或者誰做老大 那種時間很長 所以自然就會覺得 這個適不適合當我老婆 那我們也交過這樣的女人 即使對方... 即使...我也不講了 就是說即使對方說 我好想給妳生個小孩 那只是那種很即興的那種感覺 這不是兒戲耶 對不對 像芳文講的 因為這是個責任 對 不是說配個嘴 生出來一個洋娃娃 不是... 不是那個樣子 妳知道嗎 看起來很霸氣 其實我交男朋友 基本上回去都是我被修理 不用被修理 有男朋友敢修理妳嗎 就是譬如說 他可以不讓妳出門啊 不喜歡妳這樣子 不喜歡妳那樣子啊 妳會聽話呢 我聽啊 會聽 他談戀愛的時候會聽 對啊 那當妳不愛的時候 妳會繼續聽嗎 翻臉啦 不愛的時候 就是說妳這個人 妳覺得他的感覺 跟妳好像不太對了 那個時候妳會聽話 不對的時候 我也不會跟妳大吵大鬧 吵架打架 因為這個對感情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是常常是世界各國 如果我跑的人 我就會換電話號碼 去哪裡住一陣子 搞失蹤 搞失蹤 然後讓這個東西慢慢帶下來 那比兇漢還可怕 好可怕 其實我的感情觀 我覺得很簡單 我自己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東西 而且我交的每一任男朋友 我都會先告訴他 第一個 我是公開不婚的 第二個 我是不生小孩的 所以我們兩個在一起 開心就好 不談過去 不談未來 就只談現在 我都會先講 那妳會覺得OK 我們就在一起試著交往看看 開心就好 我覺得這樣子很OK 很健康 妳就不會騙人啊 做男女朋友 是件非常開心的事 因為沒有壓力 我不會管對方 我也不會去查對方 妳幹嘛... 今天我覺得 那如果對方查妳 妳會接受嗎 我當然不會接受 我會告訴他 我說妳不要查我 因為我覺得妳抓的是我的心 不是抓我的人 妳抓我的人沒有用 我仍在妳身邊 心不在妳身邊沒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喜歡的就是 大家開開心心在一起就好了 妳曾經以最快的速度 拔到一個男人 一個 一個 很ㄍㄧㄧㄥ的男人 他根本也不抱妳了 妳怎麼辦呢 他不抱我 我可以抱他 對啊 對啊 妳不可能碰到一條 對不對 妳光就沒有辦法再去想下一次 對不對 我覺得那是那種感覺 這個男人對妳有沒有興趣 我對他們好感 其實言談之中 就感覺得出來 所以我通常呢 會給這個男人三次機會 妳說第一次緊張妳就算 因為第一次大家 就是在試的時候嘛 對 我都嗆白了 妳如果不好用的話 我就不要囉 對啊